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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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与赵纳 接礼赵齐好友 稍稍见举 此意幕府 好友已尽 乃次发诸丁强以为异从 展开全文 如果赵云只是出身寒门 他又怎么能在家乡长山郡 能招募到这么一批子弟兵 而根据当时局势来看 一般有能力在家乡招募相兵的 往往都是一些好族 比如曹内名将李典的叔叔李前 便在天下大乱时期 在家乡呈现招募了一只子弟兵 赵云既然被推举了这只一同的首领 想必他的家族在长山郡 也有着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公孙赞对赵云的态度 众所周知 赵云在加入到公孙赞麾下之后 是不受待见的 不然 刘备也不能轻易撬开赵云这 各忠义之事的墙角 三国治公孙赞注引英雄记 曰 今许一官家子弟其善事富贵之 皆自以为之当得之 不屑人善也 公孙赞士述出子弟 可能从小遭受过耻笑 因而他长大后 对贵族子弟有些反感 反而倾向于底层民众 从其交友来看 若故补述时刘伟台 范增李一子 贾仁乐和当等三人 与之定兄弟之事 公孙赞更加倾向于和走族商贩做朋友 就连出身不高的刘备 也腾是公孙赞的故交 后汉书公孙赞转一云 公孙赞常言 一官皆自已执奋富贵 不屑人会 故所宠爱 内多商贩庸儿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赵云真的出身寒威 那么 按照公孙赞的这个习惯 他应该很乐于与赵云做朋友 而在云别传中 公孙赞对赵云开口的第一句话 便有嘲讽之意 如此看来 赵云应该也属于公孙赞口中的一官子弟 再来看一下赵云的交友 在那个时代 身份相差很大的人 是很难做朋友的 不然 罗冠中在写三国演义之时 也不会给出身良好的张飞 安排了一个杀猪饭酒的职业 回到赵云身上 他有着出身世家的发小 名叫夏侯了 据云别传记载 先是 与夏侯敦战于伯旺 身或夏侯兰 兰是云香里人 少小相知 云白仙主和之间兰名于法略 以为君政 夏侯兰接受过良好教育 他所懂的的法略 也不是寻常百姓家中能轻易接触到的 因此 他绝非是寒门出身 而赵云作为夏侯兰的发小 他又怎么会没读过书呢 要知道 在东汉时期 能接受儒家教育熏陶的 无一不是出身富贵之人 说白了 普通人也尚不起学 刘备出身韩威 不也是公孙瓒的叔叔 资助他来到卢石门下的吗 那么 赵云究竟有没有文化呢 答案是肯定的 赵云身上处处体现着儒家的影子 三国志赵云转住 隐云别转 约 云以凶丧 慈赞赞归 先主知其不凡 着手而别 云慈约 终不备则也 赵云回家为自己的哥哥守丧 是微笑 不忘与刘备的约定 是唯意 当然 从赵云的言谈举止中 也能感受出他深厚的教养 在刘备进驻到一周之后 他当时做了一个荒唐的打算 实意欲以成都中 污设及城外原地桑田分次诸将 对此 赵云竟然列举了史记中的例子来觐见 或去并以匈奴为免 无用家为 令国得非难匈奴 未可求安也 须天下都定 各反丧子 归根本土 乃其遗尔 是问一个出身寒门的人 有几个是读过史记的 这本书 乃是官学教育中的教材 寻常百姓根本无从得知 在攻取长沙郡之后 首将赵范僧将把自己的嫂子送给赵云回起 这个作法在当时很常见 即便是刘备 曹操 孙权 也都有过这个经历 但是赵云却一阵言辞地拒 绝了 此外 在儒家礼法教育勋陶之下 赵云还着非凡的大决观 刘备称帝以后 为了重新夺回荆州 赵云还曾劝说刘备要以大局考虑 孙权习荆州 先主大怒 御讨悬 云建曰 贼是曹操 非孙权也 且先灭位 则无自服 一个人的品行 从他的出身就能看出来 对比一下 甘宁就知道了 地匹甘宁是水贼出身 即便在归降东吴之后 也难以改变他粗猛好杀 被信记忆的性格 但是 反观赵云 其品行在整个三国时代 也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 以赵云的修养 学识和能力来说 他也绝非是寒门出身 参好书籍 三国之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